许文 非常恭喜你开始要搞事业了 之前跟吴亮浪费了那么多感情时间精力 真是浪费了 总算能跟他撇清关系了 希望他以后就少出现在你面前 不要再讨扰你了 你上次那个底下那好点没好点 屁股谈了三天 又哪天又什么事 就一男的找到我们 现在也是加了一个舔狗 看到了就发生点充分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就之前那个肌肉块很大的那个 两个男的跟他在那边 然后 为什么你会摔的呢 给他误伤了 就推壤了一下 然后 什么呀 你就别瞒着了 那个我跟珈乐打起来了 然后 就是我打了 我打了珈乐一巴掌 现在没有了 珈乐呢就打了我两巴掌 就反正 哎呦我也拉不住了 后来两个男的就一直护着珈乐 不是那天你在就好了 但你也知道我的性格 珈乐他现在跟无量粘边 我真的我心里有一种无名火 你知道吗 虽然跟珈乐有火 但你不能去伤害到你自己 你知道吗 娄一帆真好 她现在不是还跟无量在一起吗 好像又没有 那天下午我就在这个地下 我看到那小孩子就慢慢说了 孩子 对 是真有 小女孩就这么点 长得还挺可爱的 我觉得跟梦梦还挺像的 然后梦梦那天也来了 那天到最后她 她们俩闹得挺难看的 因为梦梦她 我不好意思说 她把无量抢吻了 因为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她直接抢吻上去 这倒我觉得不意外 但是我觉得不符合梦梦的性格 一直以来她都比较腼腆的 因为她想复合 她还是考虑着孩子的事情 其实内心肯定是有想法 然后无量她好像就是 又有点被打动的意思 就是想跟梦梦复合的那种 迹象的地方 本来还跟她们吵得突然就抱一起 抱一起 然后就说逛超市了 就跟我们拜拜 然后我们就懵了 然后就没然后了 也不太清楚后面到底怎么样 幸亏是你从这点事出来 我太难了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 你什么意思说 她怎么了 你有没有考虑跟 我狗一凡在一起 我不着急 我现在已经是她经纪人了 所以不着急 最近工作也比较忙 就因为现在刚开始拍戏 然后有很多东西 我也不太懂 然后会帮我 教我一些东西 所以既然来了节目 那得玩游戏 那那个 OK 请你们两个打开转聊的这个家族群 可以抽取一个游戏 我们玩一下嘛好不好 你来吧 停了 好 什么 公主抱生多 如果你点头 我会吗可以的吧 看不起谁呢 快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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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了 好配合 我 好配合 你们这个感觉真好